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爱美是人的天性 也带动美妆产品推陈出新 但你知道吗 美妆也有观光工厂 座位在台南市的仁德池 那这一面原料墙 是我们下方卖场 贩卖的商品都有的原物料 还有这边的精油 都可以去靠近去闻闻看 好香啊 很香对不对 那我告诉你们一个可怕的事实 就是我们的精油 已经放了两年多了 那你们有没有闻到奇怪的味道呢 没有对不对 那就是代表我们的精油 都是纯精油 所以它的特性就是不容易挥发掉 通常女生都是在专柜买 那专柜小姐就是为了要促销 要介绍你买产品 所以只是说这个很好用 可是来这里的话呢 就是你可以经过 这整个流程的介绍跟导览之后 你知道你的产品有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使用商会更安心 透过导览解说 带领游客深入了解美妆 进而提高大家对安全美妆的重视 让台湾第一座美妆观光工厂 成立才短短两年 就成为知名的观光景点 现在寒风的关系 然后有很多这种类似这种小鲜肉 也就是蛮注重保养的 所以虽然我们也有一点年纪了 我们也需要做一些保养 让自己看起来能够更荣光焕发这样子 但你知道吗 崔升台湾第一座美妆观光工厂的幕后推手 还是一个从海外洪回台湾的 传奇美妆集团 冲办人陈东亮 1982年以生产刷毛笔起家 1990年因为考量人力成本 而吸进中国设厂 成为当地最大的化妆品进出口厂商 也是全世界各大彩妆品牌的 指定代工厂 但美妆集团并不以此自满 特别挑战全球时尚最前线 在美国自创品牌 还得到了葛莱美奖指定美妆用品的肯定 你要先把那个指甲油的刷头 然后去让它形成一个打开的扇形 边涂指甲油边跟我们解说秘诀 她是集团第二代陈一鸣 为了体验自家美妆的品质 身形高大的她 经常得在身上涂涂抹抹 但开心的爱美的她 其实毕业于台大电机所 古自立依旧是个习惯理性分析的工程师 要接手以感性为诉求的美妆产业 得付出更多的心力 开始要引入一些可以定量定性的这些仪器 这样子可以确保说后面大家都在 站在同一个水平上去沟通 不会说我觉得这个涂抹度很好 你说我觉得还好 就是会有这种很多 很多比较感觉性的东西 希望导入智慧美妆概念的陈一鸣 还有一个坚持 就是自家的实验室 不对动物进行测试 就是以前做化妆品测试 都是要用兔子 也就是比较残的 所以我们后来 像跟一些科研单位 也有在开发一些这种人工皮 关注保育议题的美妆集团 日前也开发了环保水性指甲油 强调无臭无味 更特别的是 只要轻轻一拨就可以轻松卸除 跳脱了传统指甲油 需要使用化学去光学的疑虑 只不过当初研发水性指甲油的过程 并不怎么顺利 水性指甲油它是以 素质类的东西为基础 当时候在做素质台湾的厂商 到后面它其实也不太想要 再供应这种原料 原因是因为量太小了 可能每次你跟他买几百公斤 可能一两吨 但是对他来说 我都是几百吨在卖 我干嘛要卖你这个东西 就变成当初就想说 干脆自己来开发好了 所以才找了工医院来 帮我们一起来 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合作的部分 透过政府的协助 标榜 Made in Taiwan的水性指甲油 已经进入最后的测试阶段 从海外洪回台湾的美妆集团 未来也将继续研发更多MIT美妆 让MIT成为创造美丽的代名词 MIT美妆集团 MIT美妆集团